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辽宁队官媒写道 在经过近1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 远赴西班牙进行海外拉链的辽宁队 在当地时间8点左右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由于之前在国家队训练中受伤的赵继伟 目前也正在马德里进行康复 辽宁队总经理李鸿庆和主教练郭世强 第一时间去看望了赵继伟 在赵继伟租住的地方见到他之后 李总和郭导高兴的看到 赵继伟已经可以通过双拐自己走路了 他们询问了继伟这段时间的情况 及后续的治疗计划 并叮嘱他不要着急 好好养伤 虽然队友们也非常想念继伟 但应对员们当天下午还有训练安排 大家都请李总和郭导先 帮他们转达对继伟的问候 他们会在稍后的时间里登门拜访 继伟在了解到球队在马德里的训练和比赛安排后也表示 在做好曾神康复的同时 他也会找机会去看队友们的训练和比赛 根据计划 辽宁队将在马德里训练一周的时间 期间还安排了一场同当地球队的热身赛 18日 他们将从马德里取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 前往扎达尔 参加在那里进行的扎达尔竞标赛 上赛季 召集为共围球队 出战了48场比赛 在长卷27.1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他可以得到8.1分 2点发篮百4.2助攻 1点9抢断